郡状浓烟加上火花在空中弹射爆开 没多久爆炸声四起 而无战争开打监视器中还能看到导弹直射平民建筑物 让乌克兰境内多处都被炸成断源残壁 武装直升机不断在空中来回盘旋 四周黑岩窜起 乌克兰居民们躲在建筑内目睹家乡遭摧毁 这是曾经在东奥空手道项目击败我国好手文姿云 夺下银牌的乌克兰选手特里加IG贴文影片 他po文痛诉清晨五点就被爆炸声惊醒 无法相信会如此害怕 心爱的城市敖德萨 布置建筑物被轰炸还有好多人死亡 但国际上却没人伸出实际元首只有空话 让他们独立和世界最强大侵略者对抗 也强调制裁俄罗斯没有用 希望所有国家都支持他们尽快停止这个噩梦 而我国好手文姿云也在IG同步声援战友 转发贴文说明虽然场上是对手 但下了场大家彼此关心 呼吁停止这场战争也希望你们平安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欧美各国祭出手段制裁 欧洲足球总会最新宣布 撤销圣彼得堡也就是普丁故乡 将在欧冠杯决赛的主办权将会改由巴黎接手 而乌克兰组总也说反对任何俄罗斯队伍参赛 但FIFA目前还没有动作 各界支持乌克兰还有美国演员兼政府记者会 决定要拍摄一支关于俄罗达挺乌克兰的决心 也要记录战争实况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